近日,德国多家媒体报道了中国九天无人机航母即将首飞的消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这是世界首款风群母舰无人机,是一款目前世界上绝对最先进的查达一体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翼展达25米,最大起飞重量16吨,最大载重6吨, 九天无人机的动力系统采用涡扇发动机,最大飞行高度可达15000米,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700公里,九天无人机的续航能力也十分出色, 最大航程7000公里,航时大于12小时,德国媒体说可以保持在空36小时。 全球首款空中航母九天无人机,这款驿展25米,最大起飞重量16吨的庞然大物, 以颠覆未来战争的姿态瞬间引发全球轰动,其独特的易购风潮任务舱设计, 与模块化的作战理念,标志着我国无人机作战正式迈入母舰时代。 作为全球首款可灵活配置的重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九天不仅具备7000公里的战略航程,与15000米的飞行高度, 更以6吨的载荷能力打破传统无人机的边界, 堪称对空中作战平台的革命性突破。 其基附搭载的易购风潮任务舱,可容纳200到300架微型无人机或巡飞弹, 形成智能化的风群作战体系。 当接近目标区域时,这些子机如风群般倾泻而出, 执行侦察、电子干扰或饱和式攻击等任务。 机翼下的8个武器外挂点, 可挂在英机12反舰导弹、霹雳15空空导弹等多款重型武器, 与风群一起进行协同攻击,形成立体的打击网络。 针对航母编队时,风群可同步锁定多艘舰艇的雷达与导弹系统, 实施分布式打击。 面对地面目标时,风群系统通过边缘计算芯片, 实现单机智能,搭载深度强化学习算法, 可在0.3秒内完成任务动态分配与执行。 9天还可以与有人战机形成中程寥机协同作战, 例如配合歼20实施穿透性打击时, 9天既可前出侦察,又能释放风群充当诱饵, 将大幅提升有人机的生存概率。 9天无人机的诞生不仅是技术的飞跃, 更是将未来战争推向智能化、集群化的新维度。 这种跨越代际的技术代差, 正在改变全球的战略平衡。 中国军工正以科技创新为比, 在苍穹之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国防篇章。 现在我们先看看德国明星杂志的报道。 死亡母舰,北京无人机航母9天居船将于6月首飞。 北京新型大型无人机9天即将首飞。 作为无人机群母舰, 其15000米的飞行高度为战略作战, 树立新标杆。 中国正在为其令人瞩目的武器库, 新增一款大型无人机9天SS UAV, 预计将于2025年6月进行首飞。 这款攻击型无人机早在2024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就已亮相。 当时尚不确定展出的是真实比例模型还是概念验证机。 计划于今年6月首飞表明, 这很可能是一架具备飞行能力的预量产机型。 航展展示的9天标志为SS UAV, UAV即无人飞行器, 但这两个字母SS的具体含义仍属未解之密。 即美国无人机技术之大成 9天体型略当于美国RQ-4全球鹰与MQ-9此生, 起飞重量约16吨, 最大航程7000公里, 实用声线15000米。 该喷气动力无人机可搭载6吨弹药及小型无人机群, 所有数据均基于估算。 然而,真正令这款无人机与众不同的并非仅是体型, 9天不仅配备常规机翼挂架, 更被设计为无人机母舰, 其机身内设蜂窝式任务舱。 这种急纳装置可容纳多达100架小型无人机群, 这使其成为科幻电影中那种能弹射小型战机的飞行航母的现实版。 风群作战模式, 凭借九天这类母舰, 当前乌克兰战争呈现的无人机战争模式将突破前线限制, 具备全域作战能力。 该母舰作为中枢节点, 可大幅延伸自无人机的作战半径, 九天意味昌穹, 等命名按照其作战场景。 这款大型无人机凭借超高巡航高度, 仅能被大型防控系统拦截, 完全规避单兵导弹或自行高炮的打击范围。 机首下方配置疑似光电吊舱的传感器塔台, 前机身则装有雷达整流罩。 与美国的RQ-4全球鹰类似, 九天专为高空长航式任务设计, 其25米的超大驿展意味着卓越的航程和续航能力, 可实现对广域战场的持续监控。 尾部发动机布局有效降低热辐射特征, 大幅提升高空隐身性能。 如同MQ-9死身无人机, 该机型在机翼下方设有8个武器挂架, 可搭载常规导弹系统, 但九天独有的风群作战能力, 可同时投放无人机集群参战, 使其形成代差优势。 集群智能无人机, 但这一作战理念的真正价值, 在于无人机去具备真正的集群协同能力, 能够完成或大部分自主行动, 无需为每架无人机配备单独操作员。 借助集群智能技术。 无人机可大规模覆盖战区, 支队缺乏相应防御能力的对手而言, 将形成几乎无解的战术难题。 在未来战争中, 此类母舰或将成为核心战力, 它们即可在已掌握制空权的区域部署, 以适用于类似乌克兰战场, 双方军难以投入有人战机的胶着战区。 这些无人机能够在战场持续施加压制性打击, 不仅可造成敌军重大伤亡, 更能有效瘫痪其地面机动能力。 自2010年前后起, 北京致力于研发高性能无人机以抗衡美国。 彩虹与翼龙系列机型已实现出口并经历实战检验。 尽管早期其作战能力备受质疑, 但如今评价已然改观。 美国始终严格控制无人机出口用途及对象, 而遭华盛顿禁运的国家纷纷转向其他供应商, 中国方案很可能以更低成本提供更优性能。 高端军备出口不仅能促进长期军事合作, 更为中国带来显著的地缘政治收益。 全球无人机霸主 中国在无人机领域占据绝对领先地位, 没有任何国家能接近其生产规模。 北京掌控着从原材料加工、中间产品 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这种生产纵深度举世无双。 美国虽能制造MQ-9、死神等高端机型, 但其半导体和原材料供应链仍依赖全球体系。 土耳其虽取得进展, 关键部件仍需进口。 其他无人机生产国虽能自主制造机身、 机翼及发动机等核心部件, 但在半导体、光电传感器和微型电机等领域 仍受制于国际供应商。 好,基于老传统, 我们来看看网民们的评论。 我们先看奥地利标准报的网民评论。 第一条评论。 外形酷似美国全球鹰, 不过这又有什么好奇的呢? 德国知识点评, 其实它的意思是, 中国又是抄袭奥地利的爸爸美国的。 继续往下。 试想下, 若全球投入军备的巨额资金, 能转而用于教育、 住房、 医疗、 文化、 基础设施等领域。 啊, 我怎会做此等不切实际的妄想? 再往下。 这简直是胡扯, 我见识过中国制造的工具, 眼前这玩意儿同样是个一碰就散的破烂货。 下一则。 我的大江无人机搭载极其可靠的传感器和摄像头系统, 内置大量高科技元器件, 能以50公里时速飞行, 在强劲逆风中全自动悬停, 按键即可自动返航, 能识别人体, 理解手势指令, 拍照, 环绕, 跟随等功能。 这套终端消费级产品仅售800欧元, 实在不敢想象军用无人机的性能边界, 尤其是其单机成本。 继续往下。 一架没有指挥系统的无人机母舰, 恐怕很快就会被击落。 再往下。 真正令人不安的, 未必是这艘无人机母舰, 而是中国正在大规模服役的军舰数量, 其中还包括大量中程导弹, 这些军事力量的发展, 不幸将武力攻取台湾的可能性大幅提升, 而采取的方式很可能并非直接进攻, 而是通过封锁该岛来实现。 要打破这种封锁, 美国海军唯有发动一场规模超越二战太平洋战争的海上战役。 下一则。 无论如何, 台湾都会被吞并, 我认为中国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从战略上来说, 他们别无选择, 台湾是必要的。 下一则。 在相互残杀这件事上, 人类确实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 接着我们看看MSN门户网站的网民评论。 第一条评论。 中国人是世界的主宰者, 统治着世界, 他们迄今取得的一切成就表明, 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数年, 尤其是美国,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看更贴, 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可尽兴。 于是他反驳道, 这些都是事实。 中国人建造了一座西方500年都造不出来的桥梁,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人现在用机器设备建造高速公路, 中国人是最快速发展的先进国家, 这是事实。 我们应该慢慢接受这一点。 再往下。 令人担忧的是, 中国可能会与俄罗斯和朝鲜分享这项技术, 而这恐怕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 再往下。 即使一架满载武器的原型机被派往乌克兰进行测试,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毕竟西方美国能做到的俄罗斯及其盟友早已掌握。 我们最后来看一些英文评计计计计计划在油管上发的一条短视频, 题目也很有意思, 背景音乐也让人有点不寒而栗。 这是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典型的手段。 它的标题是, 可发射人工智能攻击机群的中国秘密无人机母舰或于数日内升空。 看第一条评论。 根据中国惯例, 公开亮相的武器绝非最先进型号。 继续往下。 九天无人机航母幸好在文明的手里。 再往下。 他们肯定是去拜访他们的敌人, 英国人, 中国人从不忘却。 下一则。 若真的属于机密,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此等言论实属无稽之谈。 继续往下。 这才是真正的颠覆性变革, 只需将其与先进人工智能相结合, 再凭借中国的制造能力, 就能轻松横扫整个国家。 再往下。 中国说, 昔日你以强权称霸, 但我们有不取的精神, 现在我们掌握了绝对优势, 你们最好也有钢铁般的意志。 下一则。 无需担心, 美国早已掌握多种反无人机群技术。 继续往下。 不妨将此视频收藏, 十年后我们再看它是否成真。 德国知识点评, 估计这位下个月就被打脸, 哪需要十年后? 再往下。 老兄, 我知道中国很强大, 但能不能换个背景音乐? 这曲子让我感觉世界末日要来了。 再往下。 西方高架武器, 实战表现糟糕。 下一则。 中国有无人机母舰, 印度在飞机上抹牛粪。 下一则。 最近, 我最大的运动量就是难以置信的摇头。 继续往下。 这世纪, 巴基斯坦用中国P-LPL-15导弹摧毁六架战机, 含三架法国阵风, 并摧毁俄罗斯AS-400后的又一惊天消息。 再往下。 所谓秘密的中国无人机居然发在油管上。 再往下。 无人机里有无人机, 无人机里又有无人机, 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 下一则。 看看这些国家都在研发科幻解武器, 而我们国家连一辆主战坦克都没有。 继续往下。 Ice Green 8668, 核动力飞行器, 可直达100公里高空的卡门线, 厉害了中国。 再往下。 在克什米尔, 进行场地试验吗? 再往下。 既然已经公开亮相, 就绝不可能是最新型号。 中国可不是美国, 它的第六代战机还要停留在PPT阶段呢? 下一则。 武器新篇章。 继续往下。 这似乎不太可能具备, 释放无人机的能力。 那些看似无人机舱门的位置被导弹阻挡。 舱门设计更像是用于维护用途, 而且这艘所谓的母舰, 铁型过小, 难以搭载无人机群。 它更像是一款高空长航时防区外武器。 下一则。 兄弟, 这玩意儿连敌方领空都进不去, 绝对会被列为优先打击目标。 继续往下。 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这将阻止全球霸凌。 再往下。 19世纪哪个国家让中国遭受最多苦难? 被欺凌的受害者变得比欺凌者更强的后会怎么做? 晚上睡得好吗? 继续往下。 我确实好奇中国还有什么更多东西? 再往下。 典型的抄袭西方人和印度人的行为。 下一则。 基于水域部署的航空母舰正逐渐过时。 继续往下。 哇, 把大疆无人机送到世界各地的买家手里, 真是个好主意, 又是中国的一款纸上谈兵产品, 只在宣传动画中表现优异, 因为他们总爱虚报参数或造假。 再往下。 又一部精彩的中共宣传片,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挑衅他们来干一架, 但这些恶霸只会搞些动画视频出来。 再往下。 迪士尼的玩意而已, 万一母舰刚要起飞就被毁了怎么办? 下一则。 如果其中一架能够悄无声息地飞入美国, 并释放数百架小型无人机, 每架都携带一枚小型核武器, 那会怎样? 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这个概念的一个相当明显的缺陷是, 无人机母舰必须进入目标区域的小型无人机射程内, 如果他们攻击的是胡塞武装或塔利班, 那就没问题。 如果他们攻击的是任何拥有半现代防空能力的敌人, 那就不行了, 而且无人机母舰的一下挂架和圆形喷气发动机进气口 肯定不具备隐身能力。 好,朋友们, 看来不少网民不相信中国能造出这么先进的东西, 他们还以为是动画片, 那就让他们继续一赢吧。